说当地时间16号 法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突破7万例 全法范围当天起正式延长宵禁时段 每日宵禁时段自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 说欧洲联盟大约三分之一成员国 眼下新冠疫苗供应不足 6个欧盟成员国15号致信欧盟委员会 要求欧委会向疫苗生产商施压 以确保疫苗交付及时稳定透明 说为缓解亚马孙应用氧气告急情况 巴西空军15号向那里空运9300公斤 瓶装氧气 同时协助把当地新冠患者 空运到其他地区接受治疗 说随着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日本医疗系统进一步承受压力 由于病床短缺 日本厚生劳动省16号数据显示 截至13号零点 日本有30,208名新冠患者居家隔离 说韩国政府16号宣布 放宽针对部分营业场所及行业的防疫限制措施 并针对春节假期公布了特别防疫对策 说美国全国步枪协会15号宣布 该组织当天向位于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市一家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同时计划将总部从目前的注册地纽约州 迁往德克萨斯州并进行重组 说近日一名40岁的俄罗斯女性 打破冰下游泳的世界记录 她在西伯利亚温度接近冰点的水中 游了85米 在西伯利亚高度上